宋小平議員去檢舉國泰市場說是第四案 那你自己怎麼來看這個第四案 然後也會來 北市府也會來查 如果市場的改建喔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那其實他在前市府就已經完成了規劃 發包以及執行 那大家會關心當時的整個決策過程 是否有問題 那這一切都可以接受民眾的檢驗 也接受議會的監督 所以我們的態度就是 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們就依照目前藉由的機制 該調查我們會調查 但現在市府最重要的是要即刻解決市場改建 當務之急 也就是批發市它是公共事業 我們必須要趕快來穩定 大台北地區包括魚貨還有蔬果的供應 我想這個是以市民權為最優先的考量 現在因為我們國民黨議員也有在質疑說 除了這個20%的融機獎勵有問題之外 30%的融機移轉也有問題 好像說它這個讓精華層可以低價高賣 那市長怎麼看說這樣的融移機制是不是合理的 如果我做市長我會問我的都發局相關的專業人員 就是再給30的融移讓他來購買 會不會造成整個區域的衝擊 影響到周遭的環境 那我會尊重都發局給我的建議 市長想請教因為關於都發局 你剛有提到說在精華城案子都發局長 政府局長都有守住 那後來是那個監察委員是不是推翻了 就是好市府那時候的一些判斷 沒有我任內的時候監察委員 我剛才也講了 我任內的時候兩位監察委員調查完 經過我們回復以後 他們給我們的回復是他們尊重我們當初的決定 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我們堅持容積率還是392% 而且這個他樓地板面積是一次性的獎勵 後面不可以適用 監察委員是尊重的 並沒有提出任何意義 因為上一次柯文哲 他前市長一次開完記者會之後 你在臉書說自己造業自己單 那你現在還是會呼籲說他可能出來講清楚嗎 因為這中間有很多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地方 我覺得他當時是主政的市長 他有必要把這些事情說清楚講明白 給所有的市民跟外界的質疑一個交代 所以現在看完他整場就覺得他好像在轉移焦點的感覺嗎 我沒有看他的 就是上一場記者 他那一場記者會 很抱歉我沒有看他的記者會 不過我覺得他講轉移焦點 事實上我想是他自己想把這個焦點轉移掉 可是我相信現在外界關注的力道這麼大 他是不太可能規避這些問題 我建議他勇敢地面對不要再逃避 那怎麼看說因為先前柯文哲有說 就是因為藍綠都不敢查台治光 所以把這個焦點放在金華城跟北市 可說這樣是微微就照 我想台治光這個事情沒有敢不敢查的問題 我相信檢調一定會查 因為現在已經有議員被收押了嘛 這已經證明檢調再查 而整個台治光的問題主要出在租約的費率啊 那費率為什麼高於母約這件事情 柯市長的決策過程我覺得應該要做清楚的說明 那現在找不到公文那公文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大家也應該好好查一下 不過因為民眾黨那邊還是指說 是簽了這25年的母約才是問題 會不會覺得也是在轉移照點 我剛才已經清楚的說明了 25年的母約我們簽的時候是因為BOT案 我們沒有花一毛錢 而這個台治光他協助我們建制光籤道府這個計劃 而且在我任內的時候 我們只有四個行政區完成了建制 所以換句話說我在任內完全沒有花任何錢 那另外更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這個母約中間簽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未來我們台北市政府跟台治光簽 台北市政府相關局處的指約的時候 你費率必須要低於中華電信的95% 而一般市民如果跟台治光簽約 有很多檢查的問題 市長這個金華城案 就是說柯文長透過兩份賺錢 直接交辦都發局來放斷容器 那昨天都發局長好像也判斷 認為是不是有一樣 所以接下來政府會查這一塊嗎 金華城這個案子 因為大家也知道很早之前 一開始先經過監察院的糾正 恢復到合計560 然後後來這個線又再增加 百分之二十加百分之三十到八百四 今年初監察院又再次糾正 認為在相關事件 所以我們也即刻的要求政府進行調查 那金華城這個案子 檢調其實也已經來收取相關的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是權力的配合 我們立場再次重申 也只有還原事實跟真相 才能清楚的向外界說明 同樣的進行調查 我們也希望不往不走 有問題就依法徹查 沒有問題也應該還給當選擇 但是這個前監委 一個流姓的前監委的證證 是不是還是有暗中協助 監察院的調查 當然這就不在我們相關正風險的調查 的範圍之內 那只要檢調有需要 我們該提供的資料 我們都會提供 那法官議員幫我們說一下 今天的這個資料是 那個林玉宏只要出一期 星光跟元大幫沒有簽名的部分 總共他主持了五場 然後有爭議的 然後會坐牢的 他會怕的 他是柯文哲的新婦 他也會自保 那怎麼樣自保呢 就是不管是 不管是元大 不管是星光 在T17 18的那個 標案的那個訪談會議的 所謂的備忘錄的會議 他都沒簽名 然後沒有爭議的 不會坐牢的 不管是元力 那不管是這個 不管是統一 這些他主持的其他三家的 他都簽名 我先秀一下這個 讓他們看一下 大家拍得到嗎 拍得到嗎 拍得到嗎 這個 這個周小平 在109年11 這個是元力 109年11月 他就簽名了 林玉宏簽名 然後我想有他這個有爭議的 我舉例說 像元大 在109年12月16號 林玉宏 台北市政府 林玉宏簽名就是空白 有爭議的 因為元大鬧雙包有爭議 再來 辛光 這個爭議當然最大 他因為這個案子而被貪污的被告 柯文哲 在109年11月11號 跟辛光的這些 他們來標案在談事情 主持人是林玉宏 後面竟然連 連主持人那個空格都故意 在做表格的時候沒有 也沒簽名 這就是林玉宏的自保 他怕被黑鍋去坐牢 他的自保運動 因為現在發現 就是說當年負責此案的前監委 那他現在目前是 沈春池基金會的董事 那這是不是也有一點 蠻奇妙的地方 監察委員 這一位監察委員 其實是當時 這個金華城針對 要爭取560的 這個商業區的容積的部分 被台北市政府 當時的郝龍斌市長給駁回 他去監察院進行澄清 那原本 應該要給到560的容積 因此而發文糾正要求台北市政府 必須要給金華城560 只有我現在發現 這個監委居然在這個 威京集團相關的基金會認職 我當然覺得這個委員 這個監察委員自己要講清楚 說明白有沒有刮天理下 是不是當時他在監委的時候 也是接受了威京集團的 澄清才去辦理這個案子 糾正台北市 那讓協助金華城拿到560的容積之後 現在轉任 到這個相關的契約去認職 那這絕對會有刮天理下 而且今天早上 我看到這個媒體的報導 包含金華城 包含北市科的案子 北檢都把柯文哲列他之案 在偵辦當中 所以我認為這個監委 其實也應該被調查